這個專案用的軟體就是 用開門的軟體 硬體跟圖資去做的 那架構呢 其實你只要在 一般人只要在一個區網裡面或者VPN底下架構就可以使用了 這個可以做到就 這個真的是那個美國MQ9那個拍攝的畫面 但是我們現在民用的文基 大家可以買得到主流跟開源的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 只是說要自己去實作 同一些開源的協定 如果有興趣可以稍微聊聊 只要是非商業的 大概這個方法其實不困難 只要一個python 主機跟網路APP 大概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東西 再來是 我比較想要推廣的是後面這個 像看這種webcam其實不複雜 就是那個開放資料的 就撈出來就好了 唯一的好處 我知道 只要它服務不掛的情況下 好像它不會擋這個 這個APP出去的東西 因為聽說有台灣有升級的單位在用 再來是我比較推廣的 看在通訊軟體喔 如果說我們在救災或者說 可以在三區應用 用LINE 或者是那種有個通訊軟體就推播到 我們的那個KML 或者是網路的那個伺服器 就可以即時在那個 救災或者是你在戶外應用 就可以直接網頁呈現喔 然後圖資我們用 如果你線上 看你只要聽過Google 滷地圖 OSM 這些都可以用 它甚至除了離線地圖以外 它可以自己在APP 自己就做離線地圖出來 這個比較好用 管理方面 我們比較建議是 如果有做成壓縮檔 就不要擋害它 直接透過它的軟體賄賂 它就是一個完成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管理 就是一個ZIP的壓縮檔的方式 就可以去管理 如果你有不同的登商活動 任務 或者是應用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管理 不要把ZIP解開 這個是美軍開源的專案 網址有 可以拍照自己去看 在美國國防部的GitHub的那個底下 我都可以找得到 主要的結合是 我們專注它 目前如果在台灣的山區 它不只我們說什麼雲端主機 我們建議是說 用素媒派或這樣的硬體 結合我可以在進端 就 資源這樣的服務 這樣子 你在山區如果在沒有網路的地方 我們才可以說 做比較完整 不要告訴我說 台灣山區百分之百有網路 目前根本做不到 另外我們談 就是在 在離網的狀態下 你可以用ESP32 素媒派這樣的開源專案 你可以把它組出這樣的那種 就是離網的 LOLA或IoT的應用 再結合我們的App就可以去做 在離網狀態下的使用 用途呢 旧災啊 戶外啊 如果你要去追蹤啊 都可以做得到 這是FB 可以 如果有興趣可以到裡面喔 我會把蠻多的資料放在上面 大概是這樣 謝謝